大家好,我是Hidy 自從上次說到我是小秘書的影片之後 很多人都在猜我是哪個行業 放心一天未辭職我還是不會開估的 你們繼續猜吧 適逢我老闆今天不在香港 所以我有偷用了他的辦公室 其實這裡真的很好拍片 背景是白色,然後有一個大窗 所以光源十分充足 好了,我不要把話題越拉越遠 今天的主題其實就是 上次我看到很多人都有興趣 究竟我上班戴的袋子裡面 是裝什麼的,用什麼袋子 那我就特意在這裡拍這段影片 就覺得最適合的 好,首先戴一點頭盔 看到其實我又可以票發 就算之前是染紫色也好 我也是無懼我老闆的 因為他很少會捉我任何衣服 我是穿得超隨的 其實現在我是穿牛仔褲 那如果你問我 萬一我老闆真的有些事情 需要我出去做 要穿得斯文一點 那怎麼辦呢? 不需要擔心的 我外面是有四雙鞋 有自己的衣櫃 裡面是有西裝 是有一些 Smart Casual的衣服 如果我真的需要 我可以馬上換衣服 還有一套膚色的化妝品 在公司 所以有什麼事都可以 馬上收拾整個衣服 所以這段影片 可能就破滅了大家 對我的小小幻想 我上班的時候 不是什麼名牌袋 很漂亮的袋子 甚至乎 我的袋子 可能還比一些 上學的同學 其實我是背這個Line Friends的布袋 一個很大的尺寸 其實背了上身 都真的挺大的 那如無意外 這個應該就不能賣 他是買雜誌送的 都很搶手的 我男朋友要特地走回了整個狗爐去幫我找的 所以我就很珍惜這個袋子 雖然它不是什麼很名貴 很有大牌子的袋子 但是我覺得 男朋友很周圍幫我找 是一個給牌子更加重要 更加有意義的一個袋子 其實上班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特別帶什麼 唯獨有一件事 可能一個星期要帶三四次 所以我才要帶這麼大的袋子 就是我的MacBook 裡面就加入了我用來剪片的 沒有什麼預約 因為有時候公司沒有什麼做的時候 我老闆也不會虧限我不能做什麼 就算我帶著耳筒在看劇 他也不理我 總之有東西做的時候 我做得完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時候 你們會發現 為什麼我有一份全職的工作 都可以一個星期出兩條片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在公司 都會濕一點濕一點在剪片 所以我帶了自己的MacBook回來 然後剪片方面 其實一部MacBook 你不能放得了這麼多RAW的影片 所以我也是每天要抬著一個 外面的耳筒 這個耳筒是我的第二個4TB 其實很貴的 這些外面的耳筒 一個要1000元 這個布袋是我買的iPhone盒 即現在Dumbo的iPhone盒 那間店 買了一個盒 送了很多很多東西 其中一樣就是這個佣布袋 完全適合我的外面 所以就完美了 好 沒了這兩樣東西之後 其實我的袋裡就不多了 那究竟會放些什麼呢 我有一個AirPods 然後就是我的銀包 也是在用Chaneli的卡住 其實都不會怎麼轉的 所以大家看這些 Wars in my bag 可能很悶 然後就會有我抽鎖匙 除了我家的鎖匙之外 其實老闆的房間鎖匙 我也是隨身攜帶 所以一定要帶鎖匙上班 然後呢 就是有這個Selfrages的大布袋 有時候在外面吃飯 就不會說揹上整個袋子 我就會把我的銀包電話 塞在布袋裡 就這樣在樓下吃飯 裡面有紙巾 然後有張Uniclo的單 三月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買過東西 然後呢 我的眼鏡在這裡 我是四眼妹來的 其實我只有100度近視 但是平日上班 我不是這個化好妝的樣子 我是戴眼鏡 不化妝的回來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個袋裡 然後又有一張單 這張是元氣壽司 又是三月的 然後呢 就有我的Portable 然後還有這些線 這個是淘寶買的一條線 它有三款不同的頭 就算我朋友是用什麼電話 都可以借給他刷 我覺得很方便 不是一次過可以刷三部的意思 然後之後布袋就沒有了 然後... 差不多完了 其實我不是帶很多東西 有包圍圈 然後這邊有預料 然後這裡有張郵局的單 是寄給給人的 或者寄一些小禮物給觀眾的時候 就會去郵局 然後... 開始 està在垃圾裡了 還有那些耳環塗 因為我今天帶了耳環肯 因為我今天帶了耳環回來 我覺得才是耳環的很漂亮 然後就帶了一堆耳環 放到公司 還有MINA的114號色Lip Gloss 基本上我經常都戴的 其實現在的嘴巴都是這個Lip Gloss 但其實它沒有那麼實色 我是先塗了唇膏打底 然後就沒有了 袋子就完了 其實它還有一個小袋底 但很少用 那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廢啊 我不是帶很多東西回公司 因為我有太多東西放在公司 所以平時上班就基本上不需要怎樣帶回來 但如果你會問的 如果你下班出街 譬如約了朋友Happy Hour 是不是帶這個Line袋子的呢 不是的 我在公司也會放一些小袋子 會有Casual一些 譬如這些積的袋子 或者是正經一點的 這個是MINA的Course 如果當天不需要帶回Mamble回家 不需要回家再繼續剪片的話 那我就會換了 好啦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上班的時候 會帶些什麼袋子 還有袋子裡面會放些什麼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是不是我沒有什麼幻想的呢 這件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